一只鸟在一户人家的窗台上鬼鬼祟祟 屋主打开窗户突然闯进这样一只家伙 忽然从背后又冲出来一只 一脸疑惑地看着屋主 屋主心想我还没疑惑呢 你倒还疑惑上了 这应该是一对夫妻 他们左顾右派 原来他们选中了屋主家的一个花盆 此鸟想在这只花盆中产卵生子 屋主看出的这对鸟并没有恶意 也没有加以阻拦 原来这种鸟叫做红笋 是一种小型猛禽类食肉动物 他们选好生养地址之后 就开始整理内务 忙活了一会之后 雌鸟突然握在花盆中 不一会花盆里就多出了一只鸟蛋 趁着熊鸟出去觅食的功夫 雌鸟又产下了第二只鸟蛋 丈夫回来看到妻子这么辛苦 就替妻子孵了会鸟蛋 等到妻子休息好之后 又和妻子互换岗位 一般红笋一窝会产下二只六颗蛋 这只雌鸟的繁殖能力还是很厉害的 没过多久就生产了六颗鸡蛋 丈夫非常的疼爱自己的妻子 不是回来一直陪在妻子的身边 如果妻子想要休息 他就会主动承担孵蛋的任务 让妻子出去透气解闷 丈夫一边孵蛋一边警惕屋主 生怕屋主抢了他的孩子 他们夫妻两人配合得非常的好 一个累了另一个就会上岗孵蛋 就这样他们轮流交替的照顾自己的孩子 而被换下的红笋也不会闲着 他不仅要出去觅食 还要时刻注意周围有没有天敌 善良的主人也为他们带来了食物 一点一点喂到红笋的嘴里 这对红笋可真走运 遇到一个好心的屋主 一边孵蛋还能一边吃好吃的 红笋也不再客气了 安静地享受着屋主的恩赐 悠闲地生活过了两周之后 一个个幼鸟都破壳而出 这下红笋夫妇的工作量大大增加 他们不仅要填饱自己的肚子 还有一窝小幼崽熬熬带补 丈夫会把抓来的食物 一点一点地分给自己的孩子们 出生不久的小幼崽毛茸茸的 样子和父母的完全不沾边 由于幼崽正在长身体 所以食物的需求量更大了 屋主看着红笋夫妇 这么辛苦地早出晚归 也热心地为红笋送来了食物 这位夫妻两大大减轻了生活负担 丈夫耐心地将食物一点一点地 送到幼崽嘴里 保证每个幼崽都吃饱肚子以后 他才吃到了第一口肉 丈夫又叼了一块肉到幼崽面前 确定所有的幼崽都吃好了之后 才自己放心地吃起来 父母真的是为这群熊孩子操碎了心 过了几天之后 幼崽们都长大了许多 屋主也会偶尔投喂 幼崽们会听话地站成一排 不争不强地等待投喂 红笋夫妇将屋主的施舍一点一滴 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日子一天天过去 小红笋们都长大了许多 他们也开始学着父母的样子 扑扔着翅膀 随时准备展翅高飞 红笋夫妇也会在窗外 给孩子们表演如何飞翔 教孩子们勇敢迈出第一步 孩子们都迫不及待 想大显身手了 一个个都勇敢地飞了出去 就算技术不熟练 掉到了草地上 也会再次尝试 等到所有的孩子们 都熟练地掌握了飞行 红笋夫妇知道是时候该离开了 他们站在阳台上依不舍得 好像在和屋主惜别 最后在附近盘旋了好久才肯离去 生活所迫 他们不得不奔赴远方 但是这段时间 屋主对他们的照顾 他们始终铭记于心 路过的时候 也会过来和屋主打个招呼 到这里小编不得不感叹一句 世间万物皆有情 难得最是心从容 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